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我是老卡 我今年老来这儿滑雪 但是一直没详细介绍 这个地方叫Slow Valley 是一个室内滑雪场 不算太大 是一个滑雪俱乐部吧 这个呢 现在看正前一段一个缆车 它的右边还有一个缆车 反正这两个小坡上 有那个就像 我也不知道怎么说 它就是站在那上可以拉上那小坡练习坡 同共有四个道巴 其实很短 作为练习还是不错的 抖的地方呢 也稍微有一点有个二三十度 三十多度 缓地方二十多度 起码是在室内吧 它非常方便 没事就来滑一滑 它的票价呢 是一天的整天是四十五块钱 租设备另算 要是全套设备的二十九块钱 二十七八块钱吧 但是呢 月票不是月票 是计票很便宜 我这个计票是 二百多块钱 而且呢 越早九月份订啊 还八月份订 可能还能便宜一点吧 就是 反正二三百块钱吧 是一个季节下来 整体来说呢 还非常适合练习 而且也不算太贵 一会儿我进去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啊 现在给大家展示的呢 就是这个滑雪俱乐部买票 做设备就是这儿 那个前方就是停车场 这个场地呢 现在是就是练习的 有个传送带似的 给大家拉上去 所以练习呢 飘开始跟这练习还是比较适合的 再往前方呢 就是最大的坡 这个大缆车 在他右侧呢 还有一个 这个坡呢 稍微小一点的一个缆车 这是两个缆车 这一方向呢 还有一个更缓的坡 也是传送来送上去的 适合小孩啊 刚学的 整体来说还是非常适合 出血准练习吧 还是相当不错的 而且呢 费用也不算高 我先介绍到这儿 我先滑一点 这个呢 现在这只缆车往上走 其实相对来说山里来说 这个还是太短了 看 那侧呢 也有一个缆车 这个车呢 好处是 这道中间那段是有加速段的 可能稍微快一点 再一个那头有公园 看可以看到 有点小 box什么玩意的 那种 只能跳上去滑的 但我现在 我还 没练那些 只是练一些 反脚啊 或者是 转 180 360的 180吧 之后跳一跳 其实也不敢做太大的 这个就开始加速了 这一点是比较好 但是就是 平常礼拜六礼拜天或者管车人 现在人呢 还挺好 包括华西餐也没多少人 还是挺自在的 那些车都可以为了 对 对 哦 看 我也不太好 小 kä虽 好 因为 滑了一个半点 还是没多少人 这是这个室内厂的小滑雪道 显示的 拜拜了 明天再来